而更让粉丝们猜测的是,肖战在谈及新作品时,脸上露出了神秘的笑容,这不皆让大家猜测,他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心仪的另一半,准备在作品中展现自己的爱情观呢? 当然,这只是粉丝们的猜测而已,肖战本人并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明确的回应,不过,从他那神秘的笑容中,我们或许可以感受到一丝丝不同寻常的气息,回到肖战和杨子的话题上。 这对荧幕情侣的默契和友谊真的是让人羡慕不已,在合作拍戏的过程中,他们不仅展现了出色的演技和专业素养,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,肖战表示,和杨子合作真的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。 他不仅演技好,而且性格也很开朗,在片场的时候,他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欢乐和正能量。 而杨子也对肖战赞不绝口,肖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和团队合作者。 他总是能很好地理解角色和剧情,而且非常注重细节。 和他一起拍戏真的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。 在谈及自己的未来发展时,肖战表示他会继续努力提升自己的演技和专业素养,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。 同时,他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尝试不同的角色和类型的作品,挑战自己的极限。 我觉得,作为一个演员,就是要不断地学习和进步。 肖战认真的说,我会珍惜每一个机会,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。 同时,我也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挑战和机遇等待着我。 此外,肖战还表示他会继续关注公益事业,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 他认为,作为一个公众人物,有责任和义务去传递正能量和关爱。 对于肖战的这次媒体互动和突然的回应,粉丝们纷纷表示非常感动和开心。 他们表示会一直支持肖战的事业发展,并期待他能够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。 肖战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演员和偶像。 一位粉丝激动地说,他的努力和付出我们都看在眼里。 希望他能够一直保持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,勇往直前。 同时,粉丝们也表示会一直关注肖战的私下生活状态, 希望他在忙碌的工作之余能够好好照顾自己,保持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态。 肖战这次突发的媒体互动和回应,无疑又让粉丝们对他充满了期待和关注。 从他的言语中,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工作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热情。 同时,我们也看到了他与杨子之间那份难得的默契和友谊。 在未来的日子里,我们期待肖战能够继续保持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和精神状态, 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角色。 同时,也祝愿他在事业和生活中都能够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。 随后,肖战进一步分享了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。 他表示,尽管工作繁忙,但他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积极的心态。 他强调,平衡工作和生活对于他来说至关重要, 这也是他能够在高强度工作中保持良好状态的关键。 此外,肖战还提到,他非常注重与家人和朋友的相处时间, 认为这些时刻能够帮助他释放压力,恢复能量。 最引人关注的是,肖战在谈到与杨子的合作经历时, 眼中闪烁着难以掩饰的光芒, 他回忆起两人共同拍摄电视剧的日子。 感慨万分,肖战说,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回忆。 我们两个虽然性格不同,但在片场却能够相互理解,相互支持。 我们不仅是同事,更像是战友。 这番话让在场的粉丝和媒体都感受到了他对那段时光的深深怀念, 更让人意外的是,肖战透露, 他和杨子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普通的朋友那么简单了。 他说,我们之间的默契和信任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工作伙伴。 有时候,我会想,如果生活中能有更多像他这样的人陪伴在身边该多好。 这样直白的表达无疑给在场的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。 虽然肖战并没有明确表示两人是否发展成了恋人关系, 但这样的表述足以让人们浮想联翩。 肖战的这番话迅速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, 粉丝们纷纷表示支持和祝福, 希望肖战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 同时,也有不少网友开始猜测肖战和杨子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发展。 有人觉得他们只是非常好的朋友, 而有人则认为他们之间或许真的有着超越友谊的情感。 无论如何,肖战此次的发言无意为他的公众形象增添了几分人情味和真实性。 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明星也是普通人, 也有着自己的情感世界和生活状态。 这种坦诚的态度也让更多的粉丝感到亲近和温暖。 在未来的日子里, 无论肖战的事业还是个人生活会有怎样的变化和发展, 我们都期待着他能够继续保持这份真诚和热情, 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和感动的故事。 同时,我们也祝愿他能够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快乐。 这种温馨互动虽在很多人看来是朋友之意, 但细心的粉丝们早已从这些细节中窥见了更深的情感。 肖战谈及这些甜蜜回忆时, 杨子也不错失机会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了。 他发了一条微博, 配文是暖心的感谢, 那些美好的日子, 真的让人怀念。 并附上一张两人在剧组的合影, 照片中, 两人笑容灿烂, 看似普通的合影, 却传递出一种温暖的友情。 这条微博一经发布, 立刻引发了无数粉丝的评论和点赞。 大家纷纷感叹两人之间真挚的情感, 也不乏一些调皮的祝福, 如原地结婚期待好消息等等。 关于未来, 肖战在采访中透露, 他和杨子都有各自的事业和梦想要追逐, 但他对未来充满希望, 无论我们未来会走向何方, 我相信这些美好的回忆会一直伴随我们前行。 杨子则在他的个人直播中分享道, 我和肖战都是非常努力的人, 我们都希望在各自的领域里发光发热, 也希望能在适当的时候再次合作, 一起创造更多的美好回忆。 肖战和杨子之间的关系, 无论是友情还是超越友情的情感, 都让人们见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关心和支持, 无论他们是否会迈出更进一步的步伐。 这段甜蜜的回忆已成为粉丝心中最珍贵的记忆。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娱乐圈中, 肖战和杨子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, 真正的感情不仅需要时间来沉淀, 更需要用细腻的心意去呵护, 希望他们未来的日子里能够继续彼此扶持, 共同成长, 也希望所有关注他们的粉丝能够见证更多的美好时刻。 这种温馨互动虽在很多人看来是朋友之意, 但细心的粉丝们早已从这些细节中窥见了更深的情感。 肖战谈及这些甜蜜回忆时, 杨子也不错失机会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了, 他发了一条微博, 配文是暖心的感谢, 那些美好的日子, 真的让人怀念。 并附上一张两人在剧组的合影, 照片中, 两人笑容灿烂, 看似普通的合影却传递出一种温暖的友情, 这条微博一经发布, 立刻引发了无数粉丝的评论和点赞, 大家纷纷感叹两人之间真挚的情感, 也不乏一些调皮的祝福, 如原地结婚期带好消息等等。 关于未来, 肖战在采访中透露, 他和杨子都有各自的事业和梦想要追逐, 但他对未来充满希望, 无论我们未来会走向何方, 我相信这些美好的回忆会一直伴随我们前行。 杨子则在他的个人直播中分享道, 我和肖战都是非常努力的人, 我们都希望在各自的领域里发光发热, 也希望能在适当的时候再次合作, 一起创造更多的美好回忆。 肖战和杨子之间的关系, 无论是友情还是超越友情的情感, 都让人们见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关心和支持。 无论他们是否会迈出更进一步的步伐, 这段甜蜜的回忆已成为粉丝心中最珍贵的记忆。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娱乐圈中, 肖战和杨子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, 真正的感情不仅需要时间来沉淀, 更需要用细腻的心意去呵护, 希望他们未来的日子里, 能够继续彼此扶持, 共同成长, 也希望所有关注他们的粉丝。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明星也是普通人, 也有着自己的情感世界和生活状态, 这种坦诚的态度也让更多的粉丝感到亲近和温暖。 在未来的日子里, 无论肖战和杨子的事业还是个人生活, 会有怎样的变化和发展, 我们都期待着他们能够继续保持这份真诚和热情, 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和感动的故事。 同时, 我们也祝愿他们能够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快乐。 肖战的演艺生涯始于一步步经典的影视作品, 他的每一次出演都让观众们看到了不同的角色魅力。 从《陈情令》中的《魏无陷道》 《余生请多指教》中的顾尾, 每一个角色都被他赋予了鲜活的生命。 他的精湛演技和敬业精神赢得了业界和观众的一致好评, 除了在荧幕上的精彩表现, 肖战在生活中也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年轻人, 他热爱生活, 喜欢旅行和摄影, 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日常点滴, 他的乐观态度和亲和力让他拥有了大量的粉丝和朋友。 在感情方面, 肖战一直比较低调, 虽然过去曾经有过几段感情经历, 但他总是选择以最好的方式处理。 如今,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心态的成熟, 他也更加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, 他希望找到一个真正懂他, 支持他的人共度余生, 而杨子作为他的好友之一, 两人之间的友情也经历了时间的考验, 从最初的合作到现在的深厚友谊, 他们一起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, 虽然两人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和猜测, 但他们始终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和支持, 对于未来的发展, 肖战表示会继续努力工作, 同时也会更加关注自己的生活品质和个人成长, 他相信只要坚持做自己, 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,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娱乐圈里, 肖战和杨子用自己的实力和魅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, 他们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, 成为了无数年轻人心中的榜样和偶像, 我们期待着他们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闪耀光芒, 为我们带来更多惊喜和感动, 肖战和杨子的合作可以追溯到之前的某部热门电视剧, 在这部剧中,两人饰演了一对经历重重困难最终走到一起的情侣, 他们的默契配合和深情演绎, 让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。 在拍摄过程中, 肖战和杨子经常一起探讨角色和剧情, 互相学习和进步, 他们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更加亲密, 在剧组里, 他们经常一起开玩笑、打闹, 氛围非常融洽, 而在剧集播出后, 两人的CP感更是让观众们直呼过瘾, 不少网友表示, 他们真的非常般配, 希望两人能够走到一起, 除了在工作上的默契配合外。 肖战和杨子在私下的互动, 也让人感受到了他们之间的甜蜜, 有网友曾爆料称, 在某次活动中, 肖战和杨子坐在一起聊天, 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, 仿佛有说不完的话, 而在聊天过程中, 肖战还不时地给杨子递水、 递纸巾, 表现得非常贴心。 此外, 还有网友发现, 肖战和杨子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也非常频繁, 他们经常互相点赞, 评论对方的动态, 这些互动让不少网友猜测,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否真的非同一般, 肖战和杨子的恋情传闻一经传出, 就引发了粉丝们的热议, 不少粉丝表示支持两人的恋情, 认为他们非常般配, 而也有一些粉丝表示担忧, 担心恋情会影响到两人的事业, 有粉丝表示, 肖战和杨子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, 他们在一起一定会更加幸福, 希望他们能够珍惜彼此, 共同走过未来的路。 而也有粉丝担心, 虽然他们很般配, 但是恋情一旦公开, 可能会对他们的事业造成一定的影响, 希望他们能够好好考虑。 尽管恋情传闻愈演愈烈, 但是肖战和杨子却并未对此进行正面回应。 他们的沉默让不少网友感到好奇和猜测, 有网友表示, 他们可能真的在一起了, 但是还没有准备好公开。 毕竟, 娱乐圈的恋情总是充满了变数。 而也有网友认为, 这可能只是一场误会或者炒作。 毕竟, 娱乐圈的新闻总是真假难辨。 其实, 在娱乐圈中, 恋情传闻屡见不鲜, 不少明星都因为各种原因被传出过恋情传闻, 而这些传闻往往真假难辨, 让网友们难以分辨, 有些传闻可能是真的, 但是双方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公开。 而有些传闻则可能是假的, 是媒体或者网友为了博取眼球而故意制造的。 因此, 在面对娱乐圈的恋情传闻时, 我们需要保持理性和客观的态度, 不要轻易相信或者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, 无论恋情传闻是否属实, 肖战和杨子的事业都在蒸蒸日上, 他们凭借出色的演技和人气, 成为了娱乐圈中的佼佼者, 而恋情传闻或许会成为他们事业发展的助力。 毕竟, 明星的恋情总是能够吸引大量的关注和话题, 这些关注和话题不仅可以让他们的作品更加受到关注, 还可以让他们的人气更加飙升。 当然, 无论恋情传闻是否属实, 我们都应该尊重肖战和杨子的选择和决定, 如果他们真的在一起了, 我们应该祝福他们, 如果他们只是朋友关系, 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们的友谊和选择。 在娱乐圈这个充满竞争和利益纷争的世界里, 真挚的友情同样珍贵, 肖战和杨子之间的友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